灵书周碧原文原文皇帝问于齐伯曰 周碧之在身也 上下遗途随脉 其上下左右相应 肩不容空 愿闻此痛 在血脉之中也 将在分肉之间忽 何以至事 其痛之疑也 肩不及下针 其触痛之时 不及定至 而痛疑之疑 何道使然 愿闻其故 齐伯达曰 此重必也 非周必也 皇帝曰 愿闻众必 齐伯对曰 此各在其处 更发更止 更居更起 以右应左 以左应右 非能周也 更发更休也 皇帝曰 善 此之奈何 齐伯对曰 此此者 痛虽已止 必此其处 勿令赴起 帝曰 善 愿闻周必何如 齐伯对曰 周必者 在于血脉之中 随脉已上 随脉已下 不能左右 各当其所 皇帝曰 此之奈何 齐伯对曰 痛从上下者 先次其下已过 别本作恶 之 后次其上已托之 痛从下上者 先次其上已过 别本作恶 之 后次其下已托之 皇帝曰 善 此痛安生 何因而有名 齐伯对曰 风寒湿气 克于外分肉之间 迫切而为莫 莫得寒则聚 聚则 排分肉而分裂也 分裂则痛 痛则神规之 神规之则热 热则痛解 痛解则绝 绝则他必发 发则如是 帝曰 善 予以得其意义 此内不再葬 而外未发于疲 独居分肉之间 真气不能周 顾明曰周必 顾刺必者 必先切寻其下之六经 是其虚实 即大落之血结而不通 即虚而脉线空者而调之 孕而通之 其世间 转隐而行之 皇帝曰 善 予以得其意义 亦得其事也 九者 经训之理 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